一名67岁的蔡先生年轻时从事搭建铁皮屋以及钢架厂房的工作 长期暴露在石棉瓦环境中 不料退休10年后发现罹患恶性兼皮细胞瘤 经医师主动发现并协助搜证申请执栽给付 终于是获得劳保百万元的补偿 而为了服务广大的民众 医院也成立了职业伤病预防以及重建中心 提供中部劳工朋友最优质的职业灾害预防以及重建服务 67岁蔡先生虚弱的坐在轮椅上 懊悔年轻时用命来换钱 蔡先生过去从事搭建铁皮屋及钢架厂房的工作 长期暴露在石棉瓦环境当中 不料退休12年后发现自己罹患恶性兼皮细胞瘤 虽然接受了手术化疗 体力仍是快速下降 每四天就必须到院接受侵入室治疗 那时候是积水 积水以后产生 或产生呼吸困难 所以它可以移转到胸腔内科 胸腔内科花贼 这情况不对 再把我移转到 我们的嘉义科 职业医学科医师搜寻到蔡先生的病例 高度怀疑她是职业伤害所致 经主动联系协助认定职业病与申请劳报补偿 原本蔡先生认为自己已经退保十多年 并不抱任何希望 不料两个月后 就获得劳保局核发失能给付 约百万元的补偿金 也为她的抗癌路注入一剂强心针 她从曝露到整个职业病发生的时候 已经30年了 那蔡先生已经退保了 那这时候我们是主动的联系蔡先生 因为她这个部分的讯息 相对可能比较不足 那我们主动联系她之后呢 我们透过我们有关于这个 劳动基准的一些法规的一个专才 然后也了解说 她还有可以在请领这个失能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蔡先生的 跟蔡先生适当的沟通 也在我们团队的努力下面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认定 也协助她做这样的一个申请 医师表示 职业病的认定与一般疾病诊断不同 需综合考量职业暴露 持续性与其他多重原因 而为了服务广大的民众 医院也成立职业伤病预防及重建中心 以提供中部劳工朋友 最优质的职业灾害预防及重建服务 记得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